根据报道七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军事观察员三号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维·杨斯克获释了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是在刚刚结束的外交部记者会上表示 希望乌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放弃武力和暴力行动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分歧 中方赞赏有关各方为此做出的建设性的努力 我们希望乌克兰的有关各方以及国际社会 能够继续的采取有助于缓和当前乌克兰紧张局势的举措 放弃武力和暴力行为 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分歧 回到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正确的轨道上来